而接着先议员金淑敏也肯定感谢县长许真卫以及团队 在历经0918地震又遇上了0403的强症期间还有风灾 在抢灾救灾以及负灾上的努力都受到了许多乡亲的肯定 也希望县长和县政府团队能够持续加油 先议员金淑敏在15号议会县政总咨询中 首先感谢县长许真卫以及县补团队 在抢救灾害以及负灾上的努力 而针对了卓西乡伦布山遗址 希望县政府能够透过遗址来带动产业文化和观光 另外卓西乡清水部落用水问题 终于获得了各界重视也开始布建自来水管线 首先要肯定我们花莲县政府在0918 我们大南清海葵小钱所谓等等的一个灾害 还有我们最近的零四零三还有零四二三都在努力 那我在这里要肯定我们花莲县政府 要在这里代表我们大南清的所有的乡亲 跟我们县政府团队说声谢谢辛苦你们了 那针对我们伦布山的遗址 属民在这次因为希望我们走向有一个新的亮点 这个地方有100多家的苦茶油 也有我们苦茶的观光工厂 那我希望亮点能够在我们伦山部落这里 那当你走在2006年的千年遗址的道路上 变成我们轮山人 那我希望这个地方能够带动我们产业文化观光的所有的产业 让所有的乡亲或者我们外地的族人 或者是所有的游客呢 也不妨来到我们卓西乡 最近呢我们清水部落呢 我们这里呢从海葵918 所有的经费呢 我们都挹注了非常多的经费 也要谢谢我们花莲县政府呢 特别关心我们清水部落 检疫自来水的问题 那一定有着急了 有做严管了 那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呢 所有的严管弄好了 那我们卓西乡亲水部落 是会饮用最好最优质的干净的自来水 而对于民众必须负担接管费用 金楚敏则是请托高金素媒委员 来争取经费 意诸乡亲 再加上县政府的协助 长久以来的饮用水问题也将获得解决 记者综合报道